《新闻OBJ3》 《新闻OBJ3》 《新闻OBJ4》 《新闻OB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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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今天是2024年4月24日 星期三 歡迎收看AT開市直擊 今早我們有新嘉賓 由獨立普平人王浩然 和譚凱雲 陪你一起開市 Tommy,今早大視是甚麼焦點 Wendy 你好 我想大家的焦点都是无论外围 或是港股本地市场方面 大家都是留意着一堆业绩股 如何影响股价表现 一会儿 Tony 会和我们详细拆解 Tesla的业绩 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升的Tesla盘后急升一成 美国制造业PMI跌穿性衰分界线 拖累债息回落 你好股市 美股三大指数都是高开高走 道指收市升0.7% 收报38,503点 标指升1.2% 收报5,070点 纳指跑营大市升1.6% 纳指金龙中国指数收市升2% 欧洲股市向上 德国股市升1.6% 焦点美股方面 Meta升3% Tesla在收市后公布业绩 交易时段反弹2% 盘后一度升超过一成 苹果5月初有特别活动 市场预期会推出新产品 股价未升 另外NVIDIA年升第二个交易日升3% AMD都是向上的 超微电脑反弹6% 以月拓政签形式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普遍都是向上的 美团栽比本港收市高出1% 逼近110元的水平 腾讯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汇控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汇控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高挨近2% 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境平均指数 现在早段是向上的 升挨近2% 升超过700点 最新报38,279点 首二综合指数升43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升幅超过40点 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最新是升144点 恒指达到16,900点 进一步逼近17,000点 和Tony先谈谈外围市况 稍后会详细谈谈 他如何看恒指的区间 美股道指连升第三个交易日 纳指连升第二个交易日 其中一个原因是债息回落 而债息为什么回落 其实是因为数据差 令到减息的时间表 就不用再次推迟 看回Fatwatch的数据 现在主流认为 9月才会启动减息 全年减两次 不及预期的数据就是PMI 制造业的PMI 其实就去到50楼下 只有49.9 服务业的PMI 都是紧紧守在50楼上 美股上个星期下跌之后 去到某些水平 就好像见到一些支持 例如纳指去到15,200点 标指轻轻穿了5000点之后 都有反弹 你如何判断美股的走势 近日的调整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你觉得 短线一点可以这么说 但我想如果你真的看回 刚才Wendy所说的 就是说减息的时间表 或者大家都是留意着 那堆经济数据的话 恐怕调整到美元 我觉得始终就 我想其实你看到市场 如果大家回到年初的时候 大家觉得今年美国 应该可以减到六七次息 就是这么夸张的 但是现在你看到 那个减息的预期 其实都一直在修正 如果你真的计算 9月才是盈利第一次的减息 我当像Wendy所说的 现在市场最新的一个判断 或者一个预测 已经是推迟到9月的时候 其实就算你由9月开始 去到年底 这么多次的FOMC 都减0.25才算 其实那个减息的次数 就是跟年初所说 减六七次的预期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分野 所以其实如果 就是由去年 我们看到年跌了几个月 踏入去年的第四季开始 去到今年 都差不多五个月的一个上升 都是在炒一个减息的预期的时候 恐怕这个五个月里的升幅 应该回吐的压力都不小 纵使你不需要去到 可能在升幅的起步点这么夸张 但是我想如果你继续是有得减 可能是减一两次才算 我想你那个升幅里的大部分 的那个涨幅 我相信都是有个回吐的压力在 但是当然第二点 就是究竟是不是真的9月 或者好像之前最极端的时候 大家在估计可能要到11月 甚至是不减 再夸张一点 再极端一点 甚至其实我记得 暂时应该有两间行 他们在说 可能甚至乎是认为 联储局下一步的动作 其实就不是减息 是要变回来 是要加的 这件事会不会令到市场上 那个震荡再大一点呢 尤其是即将我们都见到 美国那边会公布PCE 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去留意 或者去关注 就业的状况等等 其实都会影响着联储局 是不是真的减息等等 那个路径的时间表 所以我想 其实你综合几样东西去看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觉得 那个通胀的问题 其实暂时都真的还没搞定 是 所以其实你一直以来 因为联储局一直定了 没有再加的时候 其实你见到 按通胀的力度 其实都未算是很足够 所以你见到 其实如果你说 以现在 譬如以大数计 那个CPI 都去到3点多 去计算的话 其实如果你说 根据传统智慧 你要在这一点 on top 多一至两厘 才刚刚去够力度 还要维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才可以按通胀 其实你见到 现在的蚌数码 真的很有力量去按 那你变成 其实你最近 你见到 尤其是如果大家有留意 一些商品 可能大家多人留意 就是油等等 但是其他的商品 你见到 都升不少 那它慢慢 其实又会传导回去 那个经济的层面 或者那个物价的层面 所以刚才说到 就是说 你针对大税也好 或者你扣了一些能源 等等那些 你拿个PCE去计算也好 似乎 现在那个通胀预期 重延的风险 我觉得都是在接近的 那另一样东西 我觉得你去判断 大市调整完美 都可以给大家多一个角度 大家参考 就是刚才Wendy 也有约略去提到的 就是那个债息的影响 那你其实你见到 因为随着那个通胀的 预期又再升温 或者大家会觉得 联储局减息的幅度 和速度没有预期那么快 所以你会见到 债息也好 美金也好 其实完全是反过来走的 债息是正在升 美金也是重新去转强 这一样东西 其实对于股市来说 压力也很大 就是因为如果你很简单 你不把资金放到股市那里 你是直接抹去债 其实它给回报的利率 可能和你以标普500为例 它给你的股息率的回报 其实如果是相弱的 但我买债的风险 当然是低很多 所以其实也会驱使投资者 其实是宁愿放债 就多过去放钱到股市那里 所以这件事 其实也会间接地 会令到股市的资金流向上面 其实是有个压力在那里 会抽走的 所以其实你从债息去判断 对股市来说 都应该要有个压力 尤其是如果你拿回 简单点拿十年期去为例 你见到现在的水平 其实已经回到去年 就是初初我们去见到 准备去炒这个减息那时候 那个债息的水平 都是接近差不多五厘 但是如果你拿去年八九月 和现在我们三大美股的主要指数 和现在的点数的幅度 和去年八九月那时候去比 其实也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水位在那里 其实股市应该还有一个压力 要向下去调整 所以我就说 如果你单算 譬如昨天的表现 你见到当然是在弹劲 因为好像有些地缘政治的局势换和等等 这些利好消息 或者刚刚Randy也报了 经济数据好像是偏弱一些 但是其实你说是否差得太远 或者是否差得很紧 令到联储局要紧急去减息多数呢 所以短期而言 你见到好像有些反弹的势头 但是当PCE的趋势 大家再去触摸 连经济数据都开始公布的时候 我就觉得似乎股市应该要有一个压力 所以我自己觉得 你看到很短的 可能你还有一些 就是几百点等等的一个水位 可能去反弹 但如果你说是看得比较中线 我自己看美股那边 都应该要有一个调整 是的 Tony的看法就是 叫大家审慎少少 你刚才特别说到PCE数据 因为看到 今个星期五就会公布 其实按年的升幅 现在市场就预期到2.6% 就比起之前那两个月 其实有一个回升的势头 是的 如果PCE真的出到来 高过前两个值的 或者甚至是高过市场预期的 那未来的那个减息时间表 又会怎样影响呢 那大家都要看着 看着Fatwatch那些市场预测 好我们谈谈Tesla 昨天收市后就公布了业绩 那盘后呢 最后收市是升一成二的 那先看看大数 其实收入和每股盈利 都是失去了市场预期的 那收入跌9% 纯利更加是跌4.8% 那最新的毛利率 亦都是进一步向下 去到17.4% 还有呢 就再次确认了一个裁员 那不过今次 为什么盘后有一个大升幅呢 其中一个亮点就是 业绩报告讲到 会加速推出那个新车 包括那些更便宜的车型 那令到在目前的生产线 能够负担到的情况之下 将那个产量提升50% 那盘后股价去到160美元上 那但是叫做怎么说呢 比起年初的250元左右 其实都跌了90元的 你怎么看今次的业绩 和前景的展望呢 你觉得Tesla这一轮的下跌 其实差不多完成了 短线一点也是 我觉得其实应该都跌完的 它只是最近都连跌了7天 你怎么也有个正常一点的反弹 但是你真的如果去计算前景 如果你单抽它的汽车业目去看 我觉得其实跌幅就未完全完成了 我觉得仍然有很大的压力 那事实上先不说它盘后 急升一成多 你去看它本身的业绩自己本身 就是用来看一些过往它自己的形运的表现 其实也不算是很标青 所以我们就会变成了 什么 所以我们就会变成了 我们就会变成了 感谢观看